它的正面呢就是这种大型的齿轮叶 到它的背面就是带有绒毛 颜色就偏粉白 爱叶还容易跟那个大叶爱 小叶爱 野爱之类的就是搞混 你不要以为那个野爱啊 它是野生的爱叶 这个爱叶呢它是加深的 其实这我完全错了 中医里面呢所讲到的区别一个字 那就是千超万别 作为火灸的这种爱叶才是地道的材料 它从四角类型的质感一直到这个叶饼后面 全身都是白绒毛状 如何见面你买的是不是真正的爱叶呢 当爱叶塞干的时候 你未必看得清楚它的外形 但是你能闻到它的味儿 就微苦中带着一种清气和这个香的味道 深秋季节爱叶它一样的要孕育繁衍它的后代 把所有的力量都蓄集到了这个质感上 把种子的撒遍五周大地 春天一到新的生命又可以在此处生根发芽了